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令员 在星期一早上举行仪式 安葬南韩移交的第七批 一共117具阵亡中国士兵的危害 出席的还包括部分志愿军的家属 和退役士兵代表 他们集体向烈士鞠躬 而仗队士兵名昌致敬 仪式完结后出席者上前献花 第七批志愿军遗骸 是在礼拜日移交给中国 数量是自2014年以来最多 与前几次在清明节前移交的做法不同 今次受到疫情影响 压后去到9月底移交 接近10月25日 志愿军入朝参战70周年纪念日 副总理孙春兰在迎接遗骸回国的时候说 抗美援朝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 战胜困难 勇往直前的宝贵财富和力量完全 要继承这种精神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主要是为了国内的宣传 这种国内宣传是一种通过烈士安葬 通过看美援朝的记忆的唤醒 来做反美主义的塑造 那么在中国过去 朝鲜战争和反美主义总是简单的在等同起来 他们并不是把对战争的反思反省 包括可能有的反战的一些意识和战争 区别开来 总是将战争等同于 总是把朝鲜战争等同于反美 有历史学者认为 在韩战里面 中国一直将美国视为主要抗击对象 而很少提到 当年另一个作战对手南韩 主要抗的是美国 抗美援朝嘛 对不对 保家卫国是美国越过三八线 所以他是不是想把这个宣传的重点 集中到这个中美之间 而避开对韩国了 这个韩国把这个志愿军的遗体送回来 而且在这个时候进行安葬 有可能是想淡化 这个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中韩这个敌对的这种 状态 就从目前形势下 当然中韩不希望韩国跟着美国 这个下起户是不是 中国找麻烦